因应疫情实施第三集延长再延长 短时间内仍需遵守减少外出 保持社交距离等策略来降低感染风险 但是每天面对不同的疫情相关资讯来源 每个人心中不免携取压力 有些人甚至出现焦虑失眠紧张等现象 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职能治疗科主任张自强 提出几点建议 帮助民众身心调试维持健康 以下提供几个方式供大家做参考 也希望大家做好身心的调试 一起度过这波疫情的一个影响 第一个就是我们定期关心疫情的资讯就好 每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都有记者会 那我们排除其他非必要的资讯的干扰 也避免误传其他不经证实的消息 降低大家过度的担心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重新检视我们的日常生活 因为现在有很多居家办公可能早上没有上班的压力 就会睡得比较晚 所以务必维持原来上班的作息 早上中午下午 维持原来的作息对于我们未来的身心健康维持很重要 第三个我们要找到自己抒压的方式 你一定会有一些压力的来源 不管是环境啦工作啦或是现在的疫情 那你可以想想看说什么样的方式对你的抒压最有帮助 比如说你可以透过听音乐的冥想 或是做一做放松的运动 第四个就是我们必须还是要维系我们的社交关系 所以你可以每天定时的透过一些软体 比如说打电话啦 或是我们常用的LINE Message等等 跟你的亲朋好友呼到平安 表示一下关心 最后一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每天一定要抽出半个小时来运动 这半个小时的运动 你或许在室内可以走来走去啦 一个见走 或是说我们可以做些简单的瑜伽 无论疫情实施第几级警戒 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生活 在疫情时代随时调整心态 保持身心健康 也是远离病毒入侵的重要一环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